欢迎收看关节许课 现在整个中东的情势 呈现一个外持内张的状况 现在美俄两大国都已经大军压阵 所以我们讲 美国现在已经把航空母舰派过来了 一个两栖登陆舰派来了 甚至一个中队的F-22 也到了这个地方待命 而俄罗斯 俄罗斯我们这里讲了 少尉谷到了伊朗 已经对伊朗保证说 我全力支持你 我要给你防空武器 我要给你雷达 我要给你很多的一个装备 今天我们看到 一个1276的运输机 就已经到达了整个德黑兰 然后你就看到 现在整个俄罗斯最强的 伊斯坎达尔的飞弹 甚至他很多的 萨姆塞玛 萨姆斯拜 现在也运到了当地 也就是现在美俄双方 竟然备战最完整 备案最充足的 竟然是这两个大国 而以色列呢 以色列现在 虽然现在还安眠不动 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现在是 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看到他对珍珠党 还是继续的轰炸 继续的屠杀 甚至他的黑飞机 不断的经过贝鲁克上空 用阴暴的方式 去震贺整个黎巴嫩 震贺整个贝鲁克 还不是如此 我们看到现在 哈马斯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人 也就是这个新的领导人 叫做辛尔 他们讲说 这个上海以后 以色列只送给他四个字 也就是他一定就会将他屠杀到底 这个字真的太可怕 难道现在以色列真的要追击他的敌人 然后追击他的敌人 要完全消灭 我们看到 纳坦雅胡才会收手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在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州 宋雄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资争媒体人赵宇轩 大家好 第三位是 资争媒体人杳慧珍 大家好 第四位是 桃圆市议员黄近平 大家好 第二位是 战争专家李廷辉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资争媒体人黄伟汉 老师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这个中东的情势 紧张的照理讲 应该是以色列 紧张的应该是伊朗 紧张的应该是叙利亚 甚至紧张的应该是里巴顿 可是你说大军压阵 却是美俄两大国 美俄两大国 都已经把他的神兵利器 送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更可怕的是 我们看到以色列 以色列的话 讲得越来越凶 这不是讲吗 他的这个 我已经杀害了哈马斯的 第一号领导人 那现在 新的领导人 新网已经上来了 已经确定他是接班人 可是我觉得 他居然 以色列 说他必死无疑 而且中东局势 还在往上升高之中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几个大国家 包括说美国跟俄罗斯 甚至连以色列 他们都希望能够 打一场战 为什么能打一场战的话 都可以有助于 消弭他们自己 国内的这个压力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 美国目前为止大军压境 林肯号 罗斯福号 然后包括说 黄蜂号都来了 F-22都来了 为什么 保洁那要打仗了 你说来了两个 航空母舰吗 对 那打仗为什么要打仗 美国总统大选会要到 每一次只要总统大选前战争 都是有利于执政党的 所以你说美国想打 当然美国想打 拜登想打 你看这几天 他这几天怎么捧贺锦丽 他就是要打 打的时候 对他的选情会有利 难怪说 你现在马上就进到战情室 马上就把战情室的照片 给过不出来 而且在战情室照片里面 贺锦丽就在那个最显慕的 西位的位置 对好 所以美国呢 他是可以打的 另外俄罗斯呢 普丁当然想打 你看 除了这个 这个烧鱼鼓去了之后 今天有一辆飞机呢 从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出发之后 抵达了德黑兰 这叫伊尔76 保洁他运什么 他运了飞弹 还有防空雷达 准备要到伊朗来 你说要爱 我妈想给你 烧鱼鼓前天才跑到伊朗 跟他讲 所以我会全力的支持 你会给你雷达 会给你防空补器 话刚讲完的人才刚走 对 伊尔76就来了 所以普丁要不要打 要打 他很希望赶快打 那除了美国跟俄罗斯的态度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态度 以色列你说 你怎么进逼成这个样子 问题是 他们今天看到 哈马斯选出了新领导人 新瓦尔之后 他们只有一句话 我一定要把新瓦尔 从地球上抹去 所以这没有得谈 为什么 新瓦尔是谁 新瓦尔其实也代表了 这个哈马斯的态度 新瓦尔就是去年发动 所谓袭击的阿克萨行动 洪水行动最重要指导的 就是他们 你说突袭以色列 他才是真正策划的人 所以那他现在变成领导人 你觉得以色列有可能会放过他 不可能 以色列只是会屠杀到底 哪个以色列军方角 他必死无疑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有零星炮火展开了 为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 主要是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 跟这个以色列在作战 目前为止你看 北部正在以色列北方的时候 已经有非常多无人机 打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境内 而且造成非常多人受伤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他们以色列北部的 这个一些城市来说 都有非常多真主党人士 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个攻击 而且以色列 真主党也想打 对 那以色列为什么想打 因为真主党这一次 他们二号人物死了 过失了 所以在二号人物过失的时候 真主党刚好在这几天 办一个活动 除了那个调炼 这个二号人物之外 还包括这个哈尼亚 他们在调炼的 而且他们头号的这个头子 还在那边讲话 讲话说 你知道以色列做什么事吗 以色列他就故意开了一台飞 这个F35的飞机的 低空的过来之后 给你音爆 这样子 吓你 对 没错 你在那边演讲 他都知道你们在哪里开会 他就故意低空的这样飞 而且音爆 这样飞过去 故意就是要干扰你 他让你说你在演讲说 我以色列的飞机 就在山峰飞 所以也是跟你嗆嗆 我故意超音速 故意产生音爆 故意吓你 对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真主党 他也是知道 你这个我在开会的时候 你都在上面这样 所以他们的态度当然不是 一定是越来越紧张嘛 另外一个就是 以色列官方还宣布说 我们目前干掉一个 在当地的一个指挥官 叫贾瓦德 他之前为止 也是主导一个真主党 对以色列的攻击案 所以现在以色列呢 根本没有在跟你手软 他继续在对这个 这个所谓真主党 进行一个围裂的这个状态 之前怎么发生在加萨 现在就会发生在这个 这个真主党 而且我还要继续对加萨攻击 因为你现在领导人是新瓦尔 我绝对会屠杀到底 因为新瓦尔 所以你就是邪恶组织 你如果是邪恶组织 你就应该被这个地球上抹去 而且去年的这个 阿克萨的这个洪水行动 以色列死的1100多人 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恐怖攻击 你觉得以色列会放过 不会放过 不可能 还有真主党也不会放过 所以现在以色列绝对 会往前打到死为止 而且是 你特别提供我们这张图来讲 这个就更可怕 现在美国真的已经大军压阵了 昨天没讲的一个航空母舰 没有 它现在是两个航空母舰 两个航空母舰之外 刚刚讲的 它的这个所谓的 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 包括它的这个神队舰 都已经进到这个地方来 甚至 连F22都来了 对 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一张 在中东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战情的分布来说 你就知道说 美国到底是多么在意这场战争 而且拜登目前为止 只能够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赢 而且要轻松的赢 没有任何的意外之后 他对他的选情就 非常大的注意 好那你看 有必要这样吗 第一个 在附近来说的话 在中东附近来说 有两个航空母舰群 一个是罗斯福号 一个是林肯号的航空母舰群 我们都说 一个航空母舰群 可以毁一个国家 目前有两个航空母舰群 在这个地方 另外在这个地中海 这个地方 它还有 黄丰号的两栖作战队 在这个地方 两栖作战舰 来说宝洁 它有配备F35在上面 那配备F35在上面 美国也掉了非常多 包括说 迪康德罗加级的 还有伯克级的全部都在这边 它要做什么 它要做如果万一真的 这个伊朗有发射飞弹的时候 我可以拦截你 虽然有驱逐舰在这边 然后有两栖攻击舰 然后航空母舰群在这边 那你知道除了这个之后 还有什么动作吗 它现在把所有的船只 往这个包座 像波斯湾 然后往红海去 它等于是越靠近战场这个位置 所以等于是 把这附近的海域团团围住 那你想说只有团团围住海域 没有 它空中也是一样 它目前为止从这个航空母舰群上面来说 有非常多的FA-18的大黄蜂 还有这个E2D的鹰眼 它目前为止已经飞离了这个 这个航空母舰群进到中东战场 但是它进到哪个基地 它没有跟你讲 那这个FA-18的这个大黄蜂 是可以轟炸的 那包括说E2D的这个地方做侦查 另外美国还掉了什么 除了原本有F-35之外 还有一个F-22的战斗机动队 从阿拉斯加已经来到 未来几天也准备要进驻在一个基地里面 F-22是美国的护国神器 它现在都派过来 就知道美国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不是 这样的 你在这个所有的航空母上面 两栖登陆两栖攻击线上面 都已经有F-35了 F-35已经是引擎战机了 已经是让整个中东没有办法抵挡了 你竟然还派了F-22来 对 所以你只要看这个布置 你就知道说 美国这场战争来说 其实还没有打 就大概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是美国要 确保万无一失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美国还调了1万名美军 对 部署在这里 没错 除了它的远征部队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军人 都已经抵达这个位置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最让人家侧目的是F-22 保险F-22来 我们就说一架造价非常贵 而且飞行一次的时候 都要花非常多钱 你光是回去涂料啦 或者说这个燃料都要花很多钱 但是美国这次一口气 掉了一个中队 一个中队就是十几架的飞机 飞到这个地方 你要花多少钱啊 所以你知道美国目前为止来说 F-22它真的实战经验只有一次 保险实战经验什么时候 是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猛禽的时候 第二次出任务 他去轰炸叙利亚边境的 这个伊斯兰国的据点 ISIS 他其实只有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或许有出战 但是我们不知道 没人知道 对 那他上一次在市场 这个去年的时候 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 在这个几乎在太空 跟这个地球边缘击落他 就是他 所以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 他派了F-22来 你有F-22还有F-35 然后还有那么多的神盾舰 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团团围住 我觉得这个 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承受美国这样的 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的话 能够承受得住美国的武器 而且说不但是美国动起来 俄罗斯也动起来 那俄罗斯动起来以后 就看到这个飞机 从莫斯科 从莫斯科起飞 一路的来到了德黑兰 刚才讲了 这个1276 降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发现原来 我们知道俄罗斯有非常强的 一个远程飞弹 伊斯坎达尔 现在我在俄罗斯 我都已经缺飞弹了 我竟然还送到这个地方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在前几天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国安顾问 到伊朗去访问之后 你看警戒下来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昨晚有一架飞机 从莫斯科起飞之后 抵达德黑兰 那这个就是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所谓航空器 那俄罗斯的这个运输舰 一出现伊尔76你看 人家就po入这个照片 宝贱这个就是照片 落地之后的照片 这是什么 就是飞弹 那飞弹是什么 宝贱那飞弹 这是里面的照片 对 里面的飞弹 那飞弹是什么 人家就说是伊斯坎德尔K的这个系列 那为什么要送 这个伊斯坎德尔K的这个系列 因为你知道 从伊朗假设 我真的要发飞弹攻击以色列的话 要1000多公里 但是目前为止 伊朗有了伊斯坎德尔 只能够攻500公里 所以这次传言说 他送给他伊斯坎德尔K呢 只有1500公里 是直接从伊朗攻击以色列本土 对 所以这也是美国最担心 为什么他要神盾舰来 为什么他F-22 为什么他要F-35来 其实就是他要防止 俄罗斯给他这个武器 就俄罗斯真的给了 而且俄罗斯还不是只有给他 这个伊斯坎德尔的这个导弹 他还给他一个 所谓电子作战系统 电子作战系统来说 可以增强这个所谓 作战的这个目标 虽然事实上 俄罗斯也给这个 我们就讲嘛 如果你真的要去扁人家说 他现在给你枪啊 枪的话你现在可以去开枪 所以现在就看 伊朗到底敢不敢开那一枪嘛 而且美国居然连他最神秘 我们知道这次才知道 他在以色列有一个 非常神秘的512基地 这个512基地你刚刚讲 为什么要开启 就是因为 他完全可以侦测来犯的这个所谓 他以为你叫我们的这个所谓 扑爪雷达 完全侦测来犯的飞弹 对 没错 实际上这次呢 因为这次中东危机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美国才披露说 我们有一个基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在以色列境内 现在是西奈半岛这个地方 西奈半岛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512基地 那这个基地来说 你看有人就PO出了这个文章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有点像是 这个澳洲的这个橡树基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是在一个 这个沙漠中间的这个地带 那目前为止来说 它有非常 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这样的侦测设备 甚至有人说 这次的F22 搞不好就要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做一个停考 那你知道这个位置 保险那这个位置来说 这个等于是可以控制 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 所以你知道 美国现在这一次呢 不只是航空母舰群来了 那甚至连这个神秘的基地 也让你知道 务必就在这一场战争里面 他绝对要万无一失 我们现在在中东的警示里面 美俄双方都大军压阵 美俄双方都大军压阵 你干嘛 我要控制这个情势 但你说这关键的人物 还是纳太亚胡 因为今天 华盛顿邮报就已经报道一篇说 原来他在刺杀哈尼亚的时候 没有跟美国讲 他等于说是杀完了以后 才跟美国说 这代表纳太亚胡 就是要把情势杀高 升高 我明明知道 我杀了你在哈尼亚的时候 你会有报复 你这个地方会有冲突 可是他非干不可 代表现在以色列 真的是杀红眼了 而且杀红眼了 可怕之说 我不但把哈尼亚杀了 接下来辛瓦 被认为哈马斯的 新任领导人之后 他说 现在的辛瓦 也是必死无疑 所以纳太亚胡 把这个情势升高之后 以色列必须走下去 就算有新的哈马斯领导人 也会迅速消灭 这就是以色列目前的打算 上个礼拜二 这完全没得谈吗 完全没得谈 美国事前根本不知道 这个纳太亚胡 他们摩萨 因为纳太亚胡 是直接管理摩萨德 摩萨德听命纳太亚胡 当摩萨德确认 这个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时候 纳太亚胡直接下令 干掉他 把他杀了之后呢 新闻出来了 那美国也是 后来才知道 因为当时以色列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以色列在隔天的晚上 才通知美国说 是我们干的 在私下跟美国承认 美国很火大 气得要命 他认为说 我们快大选了 那希望你们跟哈马斯 好好的谈 你们不是要把人质 全部归还 示范给你 那就把这个以哈冲突 这个加萨走浪战争 结束了 但那他又不这么看 他想闹大 我还没消灭哈马斯 我还没杀光 他们所有领导人 你叫我现在这个时候收手 我会来好好的去处理 不会影响到你们 当时拜登在打电话 给纳坦雅胡的时候 就在里面直接呛他 你撒胡我了 你现在看到关系 多生气 紧张充足到这种程度 而且你想说 纳坦雅胡心中最想杀的 就是现在哈马斯 新任的领导人辛瓦 而他特别说 你既然找了一个恐怖分子 当你的领导人 那你现在哈马斯 就是一个邪恶组织 如果你是个邪恶组织 你就应该被从地表上抹走了 是的 辛瓦才是以色列和纳坦雅胡 真正想要除掉的人 所以你看到辛瓦 一被任命为哈马斯 继任这个哈尼亚的新的领导人之后 以色列就说 我要把这个哈马斯 从地球上抹去 我要把他这个迅速的消灭 辛瓦 他逃过以色列七次的暗杀 没有一次成功 不管是在地底下的地道内 或者是在哪里 什么地方 或者是在甘尼游斯 这些 辛瓦有甘尼游斯的屠夫之称 他也是一手策划去年10月7号的 这样一个突袭以色列行动的 主要的不整 大家都说哈尼亚 哈尼亚只是同意这个行动 策划是辛瓦在负责 所以辛瓦的 所以辛瓦立地场更强硬 在纳坦雅胡跟以色列人眼中 我就是要把这个辛瓦干掉不可 而且要迅速 你们注意到他们的官员用 迅速消灭这两个字 前面就是要很快的干掉他 其实这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想法 而且现在解密的资料是说 原来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哈尼亚他进到了伊朗之前 这个资讯就已经被以色列掌握了 以色列掌握以后 他居然用AI高科技 居然放了一个AI高科技的一个炸弹 放在这里面 然后在外面引爆 有各种暗杀的方式 我们一开始讲说 有在上礼拜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三枚忍者飞弹 然后后来又讲说 是有两枚飞弹从境外射到了这个伊朗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传出来 其实摩萨德用的是最简易的方式 但是也是最突袭 还有最渗透到伊朗内部 就是派出他们的摩萨德的特工人员 在伊朗德黑兰里面早就渗透在里面 然后他们得知说 当时哈尼亚要下塔的德黑兰 伊朗提供了他们的这个下塔的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建筑物的外观 然后呢 就在这个他们还没有完全布防之前 那摩萨德的情报做了之深入啊 他们一方面知道 那个建筑物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要确定几楼 楼层房间 然后在里面事先安排 部署好了这个AI 他的这个遥控的炸弹 那确认安排好之后呢 还要看着目标 也就是哈尼亚进去住了这个地方 在几楼几号房的这个大概位置 然后再跟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雅吾回报 纳坦雅吾确认说目标在里面 杀了他 然后再用AI遥控的方式 把这个炸弹引爆 整栋楼毁了大半 然后当然也把这个哈尼亚给杀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势在必行 而摩萨德 摩萨德这么厉害 深入到德黑兰里面 也可以见到德黑兰的 他的情报跟反恐的系统 是多么露了一个大洞 而且今天还公布了一个数字 也把我吓一个笑 他说 现在以色列不是现在跟真主党 打得很凶吗 打得很凶 他这段时间居然已经刺杀了 四百多个真主党的分子了 没错 那真主党的这个领导人 其实在不久前 也在发表了这个电视演说 要号召全部的这个黎巴嫩的 真主党的这个党员 立抗这个以色列 为什么 因为跟以色列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看这些所有的这个大头照的 这样堆起来的 这样一个照片 这个是被以色列摩萨德 还有以色列军方 他们所刺杀的四百个 真主党的领导干部 还不是一番真主党的分子 不是当过他的部队指挥官 就是重要的核心成员 全部都是真主党的这个名单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他就说我们每一天都在提高我们的战备状态 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 那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领导人就说 我们一定要强力回应 必须要报仇为止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派战斗机 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 用三次在尼巴嫩的这个首都 贝鲁特上班用音爆的方式 蹦蹦蹦 然后就是要恐吓他们要吓他们 而贝鲁特这边 这个真主党 他也回击不断的去巴射火箭弹 去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北部 所以双方你来我往 现在呢 真主党据说有一个攻击以色列的方式 要怎么消耗他 以色列最有名的是什么 铁穹防空系统对不对 那真主党就好像没关系啊 反正伊朗给我很多见证者 136的无人机 还有很多一般土把链钢的那种 克丘沙的火箭弹 那精准度都不高没有关系 我用来消耗你以色列的空防的这个 铁穹防空系统 消耗了差不多之后 我在跟伊朗联手 伊朗发射一些 中程跟短程的这个飞弹 我也是发射一些 短程中程的这个 这个弹道飞弹去攻击你以色列 然后打他的一个这个主要的 高价值的军事目标 消耗你 对消耗你 铁穹系统之后呢 我再去用其他的弹道飞弹 然后导弹去攻击你以色列 这次他们的规模 势必喊出来说 他们要比上一次四月份 伊朗所攻击以色列来得更大 上一次用185架无论机 300枚火箭弹和飞弹左右 这次他们认为说要更多 而且要先消耗你铁穹 再来攻击打你以色列重要的要害 好 几位 现在中东情勢紧张 真的刚刚向师兄所说的 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状况 他需要一场战争 他需要一个胜利 俄罗斯也需要一场战争 来转移俄乌的这个所谓的焦点 转移俄罗斯的这个 俄乌的这个压力 另外 珍珠党我跟你是四仇 我也必须要有口气要吐 以色列更不用讲了 他去自杀这个哈尼亚的这个过程 摆明我就是要事态升高 大家都想打仗 唯一不想打仗的只有伊朗 对 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很想打仗的 应该是纳塔亚胡 就是以色列 而纳塔亚胡 竟然可以把两大国整个脱下水 你知道吗 你记不记得 7月24号的时候 纳塔亚胡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说外面不是一段人在抗议吗 然后他就说其实我纳塔亚胡 我以色列在对抗伊朗 就是等于帮你们美国在对抗伊朗 这件事情爆发 然后后来发生暗杀事件 暗杀事件发生之后 接下来纳塔亚胡要什么 整个美国来协助我 美国整个 本来拜登不是对他爆出口吗 结果后来来讲 现在拜登跟川普两个都 站在纳塔亚胡同一个阵线 你看大军压阵 整个中东地区 全部都是美国的大军 不以免什么东西 真的就是发生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他是希望能够用什么 美国去压制伊朗 但是你现在发生这件事情 俄罗斯跑进来 所以俄罗斯跑进来之后 整个事态会 整个是失控 所以我看起来就想 这感觉好像只是 以色列跟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不是 这场整个是美俄之间的 一个代理人战争 所以这个就是 典型的一个代理人战争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俄罗斯也要趁这个机会 扳回一层 也是什么意思呢 俄乌战争这个地方来讲压力很大 现在不是也传出说 乌克兰的军队已经长驱直路 跑进去俄罗斯境内 然后把俄罗斯的军人抓走吗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这个在俄罗斯面子也摆不住 我今天把整个战火 也引到整个不同的地方去来讲的话 那不就远然只差什么 只差印太地区而已 不然就形成一个世界大战了不是吗 现在来讲的话 这种局面非常非常紧张的原因是 只要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国家 他发动了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大规模攻击来讲的话 引起另外一方报复 那这个战争就打定了 他一定会打吗 一定会打 因为现在这风雨前的宁静吗 风雨前的宁静 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都认为说 以色列跟泥巴嫩之间 可能会先发生冲突 但是不要忘了 今天后面来讲 伊朗有俄罗斯在造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 以色列的铁琼系统 如果发挥 这个功能失效的情况下 那俄罗斯所提供的这种终成导弹飞弹 伊斯坎达尔 会不会因此长驱直路就打造以色列 那美国势必要反应嘛 那美国要反应的时候 其他门国 北约国家 整个也都必须要反应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局势非常非常紧张 但是问题是说 谁能够解决这事情 看起来没有人可以解决 没人可以解决 因为你知道 等一下 你说俄罗斯把这个伊斯坎达尔拿进来 就是非常不怀好 我飞弹都给你了 我就看你伊朗敢打还是不敢打 照道理讲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应该乖乖的坐在联合国安理会 好好谈这件事情啊 没有 现在感觉什么 双方都在拉高这个紧张情绪 那这个拉高紧张情绪 就是代表说双方都想打仗 但是双方的打仗 只是说大家想要去动那第一枪的时候 或动那第一个飞弹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压力全部都回到这里来 那你知道纳塔亚胡 刚刚提到纳塔亚胡 他本身有自己的压力 他6月的时候 他的战时内阁一堆人退出啊 本身来讲政权也不穩啦 所以我今天跑到美国去 我其实我认为 纳塔亚胡早就跟美国讲了 我会动手 但是问题是说 动手之后你美国怎么跟我来配合 这时候美国也要给你打声招呼 所以 华正对邮报那篇文章是 美国装不知道 是美国当然装不知道 美国早就情报系统知道 纳塔亚胡他动手了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纳塔亚胡的个性 以及纳塔亚胡派 这个情报人员已经进入到德黑兰 去干掉这些 这个哈马斯的所有人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伊朗他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就非常重要 现在伊朗的前副总统就跳出来讲说 这是纳塔亚胡给美国挖的坑 让美国也跳进来 现在大家都互相指责来指责去啊 那你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就变成说 你说伊朗副总统脑袋现在很清楚 他说这个东西不要碰 因为这个是纳塔亚胡挖的坑 要我们伊朗跳下去 是啊 但是现在大家都什么面子挂不住啊 面子挂不住啊 伊朗你说在德黑兰结果我的客人被干掉 然后我完全没有任何行动 我这些其他的中东小老弟怎么办呢 然后现在美国又大军压阵 美国大军压阵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就跳进来告诉伊朗说 你给我到前面拼 结果你如果伊朗全部临阵脱逃的话 那俄罗斯以后怎么跟伊朗交朋友啊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整个局势就有不可预期的 而且会不断的一直在跌高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安全困境的概念 好 宇雪 你如果看这张图的话 非常妙的是 现在做的战争也在哪里 也在俄乌边际 而且他说现在有一支部队 直接已经冲到俄罗斯的境内 而且就像刚刚提会说的 已经把一些俄罗斯的军人给抓过来了 而且更不用讲 你现在F16已经进来了 F16进来之后 现在很多俄罗斯的弹药库啦 什么的军火库啦 油弹库啦 全部被炸了 对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需要在 我们讲的 乙异战争里面的转移他的焦点 因为他国内真的是炸了一塌无人机 很惨吗 非常惨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光是有无人机 就快把俄罗斯给整惨了 各位你首先看到 第一个他们的机场 以及他们的油库 甚至他们的主要设施 通通被炸 那乌克兰靠的是什么 仰爱当然是无人机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是我们讲俄罗斯他的油库 你看看这是在半夜的时候 遭到乌克兰用夜袭的方式 对 无人机不用多少成本 就直接冲入到你的油库之间 把你的后勤补给断的 彻彻底底 你说这是俄罗斯境内的 对 而且这是练油厂 代表说这是战争所需要 非常重要的必须品 直接被轰炸 而且更惨是什么 他们连机场呢 都被炸成是一片焦土面面全非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讲俄罗斯他境内这种机场 在罗斯托付这个地方的画面 各位啊 这完全看不出来 根本就是机场了嘛 等一下 他的苏三世很多的飞机 也被炸掉了 各位 其中有一台的最显而易见 就是苏凯善是直接当中 就被炸的一个大洞 换来是连起飞都还没有起飞 就直接这样 变成一片焦土了 而且不只是如此 就连他们自放这种制导飞弹 各位制导飞弹是我们讲 打击敌军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的 这种工具嘛 其实我没有想到 仓库呢制导飞弹 不好意思 变成连环豹 等于说我花一台小小无人机 两台小小无人机 只要撞到其中的一个导弹 它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所以它整个俄罗斯的 我们讲乌尔之间交接的边际 通通现在都已经变成是一片火海嘛 而且更惨的是什么 保留哥 无人机就算了 现在怎么要来了 F-16 F-16还要来了 所以哲文兴讲说 我跟你讲啦 我们的任务呢 早就已经睡醒了 而且老板我们看 它现在F-16不是说 我们讲的以前比较老式的F-16 没有哦 你从它的头盔 你从它的整个仪表板 它是最先进的数位的这个内容 而且它这个数位内容刚刚讲到 它现在居然上面也有Link-16 如果你有Link-16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乌克兰这所有飞机 它可以跟美国 它可以跟北约 做所有的资料共享 Link-16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一台F-35 它远远的根本不在乌尔战争的境内 但是它可不可以 跟里头搭载的Link-16的F-16互同游 可以 可以 等于说我变成我的天眼 而且更可怕是什么 它还搭载了欧洲这个PIDS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打我根本打不到 因为我可以反导弹 我可以反飞弹 只要你发射过来 我就可以提前侦测 而这个头盔跟所谓的F-16V 基本上它是几乎相当规模的 这种我们讲等级的规格 所以换言之 这是最精锐的F-16 已经是四代甚至是转五代的这种战机 你知道二楼是知道 说F-16要来了 他们赶快弄什么吗 升级配备 他们的苏珊直接说 哎呀我们赶快搭载这个R-37K 6马赫的飞弹 各位啊 这个不是拿来打地面部队的 这就是标准的空对空啊 所以很显得意见 你搭载这个R-37的时候 你就是为了要应对 所有的F-16而来的嘛 所以你看哦 克林姆林发言还说什么 哎我跟你讲啊 战机数量很少啦 我们只要打一架呢 他们就少一架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们就不会紧张到 连他们自己的配备都要升级嘛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是一台F-16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它可以跟预警机配合 它可以跟无人机配合 它可以跟后方的辽机配合 甚至是地面作战系统 只要你逮到任何地上 有雷达有基地 甚至是有呢 我们讲的地面的部队 它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你看到了 乌克兰说的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让我有点毛骨悚然 它的说法是 现在的F-16 正飞向整个俄罗斯 对你知道什么叫整个俄罗斯吗 代表说我跟你讲 我的战场已经不只限于 乌克兰境内 虽然美国一直在讲到说 啊F-16呢 不会去轰炸到 我们讲的俄罗斯的境内 但各位 现在整个战争的界限 都已经很模糊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当它现在有这些超强的配备之后呢 最可怕的是 现在在库斯克 各位 请问一下 谁到那边了 乌军已经到达那边了嘛 乌军已经到达库斯克那边了嘛 去抓人了 对啊 而且甚至我们讲 你不要讲这F-16 他们就连我们讲的 苏-24都可以发射什么 暴风引 暴风指引飞弹 保留你知道暴风指引最厉害在哪里吗 在于说它不是一种 我们讲的 必须要锁定发射的飞弹 它是一种制导飞弹 换言之它是fire and forget 射后不离 你知道什么射后不离吗 第一个射程300公里 再第二个 它只要发射之后 它会自动巡航 自动导弹到它所要的目标 甚至是你地面有SAM-300 SAM-400 甚至有其他部队 它会侦测到迂回前进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 搭配我们讲的JDA 我们刚才聊到的AGN88 这些所有的配备 它会对俄罗斯地面 以及空军造成极大的压力跟打击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